各位早晨 今天是5月13日 之前也有提及 纳指穿了13700的颈线位置 而港股一直都受制50天线 向下的形势就比较明显 昨晚美股因为公布CPM数据 大家开始有个通胀预期 一出这个数据 其实已经开始震 而这就是看市场反映的机会 昨天很明显看到市场真是比较差 因为一度震下去之后 有尝试反弹就是弹不上的 昨晚美股三大指数都是全跌 跌幅就介乎1.9至2.6%之间 当中纳指的跌写就最严重 都是之前有提及到 穿了13700之后 其实纳指即使有反弹 一直都在下降通道里面 港股的话其实都是 之前都是一直有节目讲 其实是一个在做大圆顶 而一直就算弹的时候 都在受制50天线 当然今天都是跟随外下跌 现在跌大约300点左右 低开300点左右 去到27900的水平 其实28400是3、4月的横行区间 穿了这个位置之后 向下看已经形成了一个下降轨 向下比较有支持的位置 要看到27600 如果这个位置再穿了 会有一个更加急剧的大跌浪